天下苦丰田加价久矣 厂家和经销商扮演了什么角色 近日 广汽丰田生产的大七座MPB赛 那可谓火出了圈 凭借此前进口赛那积累的好口碑 和国产后真相的预售价 这款奶爸神车已经发布 就掉足了消费者的胃口 但在国产赛那正式上市之后 消费者们却发现 所谓的厂家指导价型铜虚舍 业内传出广汽丰田各地4S店的加价幅度 从4万元到10万元不等 更有经销商直接喊出了 不接受厂家建议零售价的口号 事实上 奔驰 宝马等豪华品牌 本田 大众等合资品牌 甚至是长城 比亚迪等国产品牌的热销车型 也都出现过热销车型供不应求 以及经销商要求加装饰费 出库费 上牌费等变相加价的情况 但涉及的多是单一车型 这其中 丰田对加价销售行为的默喜态度 固然值得警惕 而丰田经销商联盟组织 同样值得深思 近日 家住北京的郑先生 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反映 由于身二胎 他探中了10月30日上市的赛纳 官方指导价为30.98万元至40.58万元 但他几乎找遍了北京所有的广汽丰田4S店 没有一家能够以这一指导价提供限车 最快已要在明明8月份之后才有可能提车 但也仅仅是有可能 最慢的则表示两年内都不太可能提车 行政处罚书中表示 丰田汽车统一经销商网络报价 限定经销商转售商品最低价格的行为 违反了《反垄断法》第14条规定 对此决定对当事人处 上一年度销售额2%的罚款 即8761.31万元